春节假期开始啦 你们准备怎样过年呢 最近有人问我 我知道我朋友有Switch 在玩游戏 正好逢年过节的 我想给他送一个游戏当礼物 我该怎么选呢 正好过几天就是情人节了 我们就来盘一下 那些适合当礼物的游戏 给大伙祝祝幸 哦对了 如果你想要先送机器的话 短一点的答案是 送国航以外的任何版本都可以 长一点的答案是 如果你送礼对象 基本准备当成 健身还家武力全开专用机 或者送给学生 希望对方好好学习 偶尔玩点游戏 调剂一下的话 国航也可以 不然统一港日欧美版 都没有区别的 今年的情人节很不一样 在家过年的情侣们 再也不用凑合 去玩这些搞笑的双人游戏了 因为最近出了一个 真真正正 不开玩笑的情侣游戏 Heaven避风港 因为游戏一上来 第一个画面就是这样的 连家在等待的时候 也有很多手绘甜蜜瞬间可以看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游戏的玩法和趣味 都很独特 单身的朋友不要着急 先了解了解 有被无话满了 你和你的对象会扮演宇宙丁真 和他的机械师女友 你们私奔到外星球 这艘破损的飞船就是你们的爱潮 为了生存也为了生活 你们需要协作完成探索 采集 办及时的回合之战斗 当然也要做菜 吃饭 聊天 睡觉 互相增加好感度 虑我意外的是 游戏的台词 非常真实自然 是现实情侣的feel 会聊着聊着 情到浓食 自然停电 也会逗趣 失败 陷入尴尬 当然还会意见不合 争吵不休 不过更多的还是甜蜜 总之 这个游戏的一切 都是非常有爱的 就连战斗 也是不存在死亡的 你们是在携手拯救 迷失的外星小动物 避风港这个游戏 真的很适合 不方便外出游玩的人们 宅在家也可以很幸福 因为爱 才是永久的避风港 不过这个游戏最狗的是 这个游戏最狗粮的是 如果没控制好操作 你俩会突然抱在一起 为啥这么突然 没关系 没有情侣也没有关系 不就是一个双人游戏嘛 我们还有那么多搞笑的游戏 可以玩对不对 我这里补一个 之前双人游戏盘点里 没有家的游戏 Stretchers 单价搭档 虽然流程短了点 但我个人觉得 比分手厨房好玩 搞笑翻倍 你和你的普通朋友 扮演医护人员 在地图上寻找晕倒的患者 把他们用单价扛上救护车 看着简单 其实重点是解谜 和有趣的物理引擎 保证你一上手就会笑 说完朋友之间能够玩的游戏 我们来看看 怎么往外送游戏 我要先声明 这份送礼指南 是不包括那些 已经说过无数次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几乎人人必买的游戏的 因为我之前的上下两期必买视频 已经详细推荐过了 而且十有八九 你要送的人已经有了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 都是实体版游戏 毕竟是送礼嘛 送实体版 比较有感觉 而且国航Switch的保有量 其实非常的高 送给他一份实体版游戏 会让只能够在商店里 看见一页游戏的他 非常感动 那来咯 我们可以把适合送礼的游戏 分为三大类 低类 家庭友好 轻度类 除了几乎适合所有人的运动类游戏 健身环 武力全开 还有不少老少嫌疑的游戏 很适合送礼 2月12日有一个新发售的游戏 马里奥3D世界 是VU版马里奥3D世界的威力加强版 附送一个库巴之怒 画面可爱 关卡难度 循序渐进 而且支持本地四人游戏 更重要的是 3D世界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新增的库巴之怒 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附带的模式 但新东西之多 足够能叫一整个游戏 3D世界虽然画面3D 但玩起来更像2D马里奥 而库巴之怒 就更像阳光那样的3D马里奥 二合一 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很快上手 类似的游戏 还有新超级马里奥兄弟U豪华版 马里奥派对 再来一个 世界游戏大全51 里面有52个各种各样 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桌面小游戏 从棋牌到桌上足球 来自各种国家的桌面游戏 好多小时候都玩过 好多呢都听都没听说过 非常的轻度休闲 第二类 可爱女生好评类 我觉得这些游戏是非常适合 大部分有Switch的女生朋友的 突出特点就是 画面可爱 轻松休闲 治愈心灵 她们就是 杨西的手工世界 纸片马里奥 奇诺比奥队长 如一级的鬼屋 真的 说一送一个准 毫不夸张 我身边有Switch的女生朋友 最喜欢的游戏 几乎都在这里面了 其实吧 宝可梦剑盾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游戏本身的单机流程 非常白开水 但因为是宝可梦嘛 对于第一次玩宝可梦游戏的人 肯定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但是就不建议国行玩家购买了 第三类 角色扮演日系类 就是JRPG之类的日系游戏 虽然不一定都是回合制 但气质都很像 剧情类的 异度之刃2 策略类的 火焰文章 风花雪月 任天堂第一方游戏嘛 不用多说 都是质量过硬 内容丰富的好游戏 还有 勇者斗恶龙11s 勇者斗恶龙创世小玩家1和2 这两个 更值得强烈推荐 尤其是创世小玩家 虽然对于不了解的朋友来说 这个艺名听起来很土 很幼稚 但它真的就是 可爱 有趣 也不难 一边打怪 采集 升级 像RPG一样 一边自己种地 盖房子 做城堡 里面的很多建筑和设施 都有图纸 非常适合 享受不了Minecraft 但喜欢角色扮演的朋友 几乎所有玩下去的玩家 都会完全沉迷在里面的 下一个 伊苏系列 算是比较老牌的日式动作RPG 虽然画面看着有点寒酸 但玩起来动作流畅爽快 算是业界独一份 剧情大都比较传统王道 也有不少感动的瞬间 Switch上能玩到 伊苏8丹娜的陨替日 伊苏9怪人之夜 今年也快要推出了 好 就这些吧 我的整理避开了 特别特别流行 或者特别特别小众的 任天堂成绩这么久 好多朋友的Switch 都吃灰的厉害 还有很多人 是因为动森啊 健身环 武力全开这样的游戏 把机器买回来 却完全不知道 还有什么其他作用 希望能靠护送礼物 让更多人 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 也希望大家的节日 不那么孤单 祝大家新年快乐哦 别忘记点个三连 点个关注哦